今天呢又来给大家叨叨一些私肥的事了 这些个呢全部是给花友们寄养的花 还有一些个我们从网上淘到的一些花 就以这盆梅花为例吧 这个呢是我们洗根换土的一个梅花 我觉得花儿串洗根换土在那边 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时期操作都可以 它对于有的花友来说就比较懵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种梅花也好 大家洗根换土也好 它本身脂干里面的营养 它就足够它长根和出芽的了 你的话说抽出来芽子之后呢 抽出来芽子之后呢 它的叶片又会二度的光合中 又给它反来提供营养 所以说呢肥料不要太着急吃 尤其是洗根换土 大家可以观察 等到根系长满的时候 您像男这个 等到长新根了 有根系了 大家再去施肥 没有长根的时候 大家施肥 它也是不吸收的 有时候还会起一个反作用 导致烧花 像这种时期就可以给它施肥了 这个叶子也长得很旺 而根系也很旺 这个就是成活了 可以施肥了 那么呢 像咱们很多的花肉啊 在这种牵插的时期 是吧 就是你感觉有的要活 有的要不活的 这个呢 你就先别施肥 你的花肉总感觉 它牵插 是点肥料会活 不会的 它没根还是不吸收 您记住这个事好吧 这个洗根换土 裸根入盆 牵插 这些东西施肥 千万不要着急 千万不要着急 最好笑的 就是花肉 去过来的出江草 本来挺好的 一个花被来养残肥了 你的话说 这个不是缺肥吗 这个不是缺肥啊 宝 这个是咋回事呢 这个是缺光缺光 好吧 其实光照给的好 不用肥料 照样长的会比我这个棒 就是姐的总有二度的二度的上种球了吗 你看这边 是吧 在这个情好玩 养的吧 这就是缺光 我们这个棚里面因为每天都要打遮阳这种是缺光 它不是缺肥 缺肥的就是这种样的 这种样的才叫缺肥了 就是老叶很绿 新长的叶子有点淡 那个颜色有点淡 这种是缺肥 好吧 如果说 如果说大家施肥挺着急的话 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就可以薄肥了 这个就是现在有一点点的小芽呀出来是吧 可以是很细薄的肥 像这种这个杜鹃这样子 它就开始有点缺肥了 这个时期也是开始可以吃肥了 你看到没 其实这种人才要缺肥 反正的话 总是早急吃肥 早急吃肥 您记住一句话 肥料这个东西 火上浇油 锦上添花 千万不要雪中中态 好吧 雪中中态那是不可取的 植物不需要你雪中中态 它的一个抗逆境生存能力很强的 像植物的一个施肥啊 它是一个月三到四次 只要是这种对水的塑料的 给人吃饭一个道理 人呢是一天三到四分 而植物是一个月三到四分 用量还是跟人吃饭一样 你可以少吃多餐 但是不要一次性给干多了 干多了就不行 还有就这种黄叶子 它不是缺肥 这个是咱们刚冲下去 你还记得哈 这咱们刚冲下去 裸根入盆的这种 这种不是缺肥 有的话我认为 只要黄叶就缺肥 不是的 缺肥就是新长出来叶子有点发黄 那种才叫缺肥 好吧 千万千万盖它这个点 好了 下期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些 这种多的养花出手 春天用途也好 干什么也好 都是这么个道理 真的欢迎 养花最安逸 来了